本台消息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美兽台武器发表谈话 吴谦说 美国当地时间7月9号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称 美国务院已批准向台湾出售总额为6.2亿美元的爱国者三导弹重新认证 美方此举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中方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国家采取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 一切违背历史潮流 制造一中一台 分裂中国的图谋 都将受到包括所有海外华人在内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决反对 中方强烈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受台武器 以免给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我们同时正告民进党当局 祖国统一是民族大义所在 两岸人心所向 挟洋自重 永无出路 以武博独 死路一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